联盟大事,场外风云,白话美之篮,一起聊个球,我是老白 本赛季NBA联盟常规赛打得非常激烈,各大球队的排名一直都在变化 东部联盟,凯尔特人队和熊路队的战绩一直都保持领先 他们领先其他球队角度,布鲁克林篮网队最近一直在赢球 杜兰特带队四连胜,篮网队排名继续稳步提升 未免冠军勇士队最近排名上升得非常之快 因为西部球队之间相差胜场较少 勇士队最近七胜而负,战绩一路提升,排名也一路飙升 而湖人也要崛起了,洛杉矶湖人队最近状态也猛烈 不仅保持连胜,他们还击败了熊路队 妹妹发布数据统计,荆州勇士队最近九场比赛 也取得了七胜而负的良好战绩 勇士队从西部第13名,一路稳定攀升到现在西部第6名 居然连升了7位 这期间,勇士队多项数据排名联盟前十 进攻效率联盟第八 防守效率联盟第六 三分命中率联盟第三 未免冠军勇士队要重新崛起了 勇士队最近无偿比赛四次单场至少命中二十几三分 对时首次 勇士队本赛季主场战绩十一胜一负 全联盟第一 勇士队本赛季三分命中数场均16.7几 联盟第二 三分命中率38.2% 联盟第四 勇士队内线命中率62.5%联盟第一 勇士队状态提升 全联盟有目共睹 如果接下来勇士队能够保持连胜 库里他们甚至有机会带队回到西部前四 库里也有机会争夺常规赛MVP了 而同时 美国媒体统计了本赛季第四季得分排名前五的情况 勇士巨星库里以158分排在联盟第一位 第四季的效率值高达66% 值得一提的是本赛季他们第四季总上场时间只有129分钟 位列联盟第一百零一位 对此 穷迷们纷纷表示 库里真的是牛人一个 此外 排在第二位的是卡图姆 他达了171分钟的151分 赌兰特以157分钟得137分排在第三 第四位是森林狼猩猩爱德华兹 他上场185分钟得131分 排在第五的是布伦森 他上场168分钟得128分 让人意外的是联盟得分王东泄棋没有进入前五 更重要的是本赛季库里在第四季平均每分钟得到1.22分 而东泄棋第四季平均每分钟得到0.65分 几乎翻了一番 不都不说 库里拥有超现实的耐力和终结比赛的能力 其实进入本赛季之前 勇士球迷对新人们的期待可以说是非常大的 特别是考虑到勇士从欧洲请来约基奇的恩师来培养怀斯曼 他们给怀斯曼报了加内特的特寻班 加上博尔签下了顶星合同 库明加和穆迪又都是乐透区的年轻人 不少勇士球迷都在争论 本赛季到底谁会成为勇士的最大惊喜 然而 赛季开始之后 怀斯曼逐渐沦为了水货 库明加和穆迪的出场时间也一步步下滑 库尔状态始终不够稳定 反而是勇士核心前锋维金斯 成了球迷眼中的最大惊喜 勇士与公牛的比赛 在球队早早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 韦金斯花水了 他个人只拿到了12分 这种比赛 韦金斯没有任何出风头的意思 他并不看重个人数据 然而 当勇士需要被靠背挑战火箭的时候 不少人认为 这名晋州数学家会得到30分 把两场比赛的场均得分控制在16分左右时 韦金斯迎来了大爆发 他没有给自己设置得分上线 并且轰下了全场最高的36分 这场比赛 韦金斯投篮19中14 其中3分10中8 效率极高 他的有效命中率达到了惊人的94.7% 更夸张的是 韦金斯的在场中复制达到了加34 换句话说就是 当韦金斯出场时 勇士赢了火箭34分 当韦金斯下场休息时 勇士反而输了15分 结束了与火箭的比赛 韦金斯和库里刷新了一个历史记录 他们两人成为了NBA一时让首队同场拿下30分 并且同时命中至少8级3分 拿到一次抢断和一次盖帽的组合 不少球迷调侃 一次抢断和一次盖帽把开来排除出了这个记录当中 不过话说回来 如今的韦金斯 却是已经成了公认的勇士队内二当家 尽管他自己为人低调 但从场上的攻防表现 以及战术地位来讲 韦金斯已经成了不折不扣的库里最佳帮手 还记得勇士和库里最艰难的赛季吗 20到21赛季 那是勇士连续无缘季后赛的第二个赛季 当时勇士在常规赛一度冲到了西部第八的位置 却因为富家赛不低乎人和灰雄 无缘季后赛 那个赛季 NBA总得分最多的二人组 正是库里和韦金斯 库里当时是联盟的得分王 而韦金斯完全是靠着出秦率保证自己的产量 虽然他那环场群只有18.6分 但在72场常规赛的缩水赛季 韦金斯整整出展了71场比赛 从低谷到巅峰 韦金斯发现勇士才是他想要的归属 跟随勇士夺冠之后 韦金斯在修财期接受线上专访时直言 勇士是一支真正会用实际行动去关心你家庭的球队 他们不会强迫球员做任何事情 加上在这里韦金斯赢得了总冠军 当时韦金斯就表态 他愿意一直在勇士打下去 以勇士球员的身份退役 当时不少人都称韦金斯只是说表面的客套话 真到了合同谈判时 他和勇士很可能因为合同金额的问题谈判破裂 然而 当经纪人找到韦金斯 告诉他只要他离开勇士 他会得到一份价值不菲的合同时 韦金斯拒绝了这个提案 何勇士签下了4年1.09亿美元的提前续约合同之后 韦金斯说了这么一句话 比起钱 我更关心的是否仍会是一名勇士球员 勇士官里曾给我的这份合同让我感到舒适 我就决定签字 就那么简单 韦金斯在金钱方面做出了巨大牺牲 要知道 他正值27岁巅峰年纪 并且还入选了全明星 拿到了总冠军 韦金斯正值事业的巅峰时期 他却接受了一份比上份合同更低金额的新合同 本赛季 韦金斯的薪水为3360万 他下赛季的起薪却只有2400万 这个牺牲无疑是巨大的 本赛季 韦金斯场均能够贡献19分5篮板而助攻 他得分 篮板 助攻 强端 干貌这五项数据全部都比过去这个赛季有所提升 韦金斯真正做到了加量减价 他的投篮命中率和三分命中率更是来到了生涯新高 三分命中率更是来到了42.4% 在接受采访时 韦金斯把自己赛季出未免夺挂 进入全明星 入选最佳防守阵容的三大目标又扩充了一个目标 那就是保持40%的三分命中率 不争不强的心态 让韦金斯在勇士如鱼得水 他和勇士真正做到了互相成就 当然除了韦金斯以外 今天替补阵容方面也表现出色的球员 前段时间没有获得登场机会的穆迪 今天也进入到了轮换阵容当中 穆迪今天登场了17分中得到了11分 其中三分线外三投全中 第四节他更是连续命中三分球 帮助球队止住腿势 可以说今天穆迪的表现真正的征服了很多球迷 也征服了主教练科尔 今天比赛结束之后 科尔坦言穆迪的表现非常出色 而他也一直都是非常信任穆迪的 相信随着比赛的进行穆迪 会越来越多的被得到重用 而很多球迷也认为穆迪这种类型的球员 是最有希望去接班汤普森的 科尔坦言穆迪是一个非常努力的球员 即便他之前没有获得上场时间 但是在场下依旧非常刻苦的去训练 随时准备好去上场 在球迷们看来穆迪相较于库明家而言 他的打球方式更加的老成 总不会盲目的进攻 当得到属于自己机会的时候 他会果断出手 这种球员一般教练都会非常喜欢 更为重要的是 目的的三分球的把握性还是非常高的 他具备顶着人投三分球的能力 因为他出手三分球的弧度还是非常高的 出手方式也是比较标准的两段式投篮 他的打球方式更像汤普森 所以未来他是最有可能去接班汤普森的一名球员 如果库里 汤普森 格林推移的话 勇士队在首发阵容方面可以排出乔丹普尔 穆迪 维金斯 库明家的阵容 所以勇士队在接下来一定要更多的去使用穆迪 把穆迪尽快地培养出来 在场上慢慢地提升他的自信心 现在我们明显可以感受到穆迪在场上还是有些拘谨 有的时候他自己有轻松的得分机会 但是他往往还会选择传球 这让过于没守成规的打法有的时候不利于提升自己的数据 该得分的时候还是要尽可能地得分 要知道数据是重要的加分项 穆迪的篮球智商我们不用担心 他的打法选择我们不用担心 有了智蓝点之后 我们相信穆迪会成为勇士未来重要的轮换 感谢观看